秋会做回忆录 第三篇 人民军队忠于党 小尹 毛主席下决心搞文化大革命 过去都说主要有如下三个问题 斯大林逝世的影响 赫鲁晓夫上台的教选 刘少奇的问题 但这三个问题 是否就是毛主席下决心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从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来看 有符合的地方 也有很多不符合的地方 斯大林逝世对毛主席的影响是很大的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 把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 打败了德国法西斯 这三件事 使毛主席对斯大林是敬重的 建国初期 我们决定向苏联学习 重点学习三个问题 第一是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学习苏联的核心问题 第二是 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 第三是 国防工业问题 苏联是把国防工业放在国家整体建设的首位 我们先后也成立了几个工业部 都是搞国防工业的 1953年 斯大林逝世后 赫鲁晓夫上台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 彻底否定斯大林 这一举动 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 搞了对国内 国外影响很大的三手 对外和帝国主义搞和平主义 对内搞反斯大林运动 对中国搞大国主义和分裂活动 赫鲁晓夫背离了共产主义的轨道 打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路线 由于苏联搞修正主义 改变了我们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 不得不把防修反修的斗争放在重要的日程上 毛主席是坚决反对赫鲁晓夫路线的 毛主席不但亲自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会议 我党还以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方式 阐述了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 前后发表了九篇评论 这些做法在国际上起了重要作用 简单的说 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 从学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开始 到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而告结束的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对反对修正主义是提得很高的 但时间不久 即1966年8月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爆出来后 就把革命的矛头公开指向刘少奇 邓小平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从此反修防修就成为口头禅了 打倒刘少奇就是目的之一了 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这是一个其他人说不清的问题 这个问题只有毛主席心里知道 八届十二全会定刘少奇为叛徒 内奸公贼真正相信的人并不多 但又都举手拥护毛主席 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 举手打倒刘少奇的 楚林彪 陈伯达 康生 谢富志 黄永胜被列入另类外 其他的人不但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周恩来 朱德 陈云 董碧武 李富春 叶剑英 刘伯成 陈毅 徐向前 聂荣真 李先念 蔡畅 邓颖超等 还有身后也冠名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辉 素玉 张云义 萧进光 徐海东 王树生 滕代远 王震等人 这样问题就不简单了 五十年代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很好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后来集提出高局总路线 人民公社 大跃进三面红旗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主要的 但也不能没有缺点 在1962年 中央召开过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七千人大会 对三面红旗 对搞人民公社 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对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进行讨论 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鼓起干劲 在七千人大会期间 毛主席虽然也谈笑风生 但第一次感到了政治压力 幸有林彪的讲话压阵 坚决拥护毛主席 维护党的团结 扭转了会议的形势 毛主席对林彪是赞赏的 也是感激的 可以说 军队的干部大都是拥护毛主席的 毛主席对刘少奇 彭真是不满的 毛刘之间在路线问题上确实有了严重的分歧 这种分歧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至少对毛主席是这样 后来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说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行左而时右的错误倾向 岂不是可以发人申请的吗 7000人大会的账 毛是不会忘的 1959年 毛主席罢免了彭德怀 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是统领和管理部队的能手 他提出在人民解放军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主张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 林总提出要复古 按古田会议的革命精神建军 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军 至军方针如突出政治 四个第一三八作风 四好联队五好战士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苦练200米硬功夫 提倡勇敢不怕死敢于四刀剑红等等 把人民解放军造就成为一支忠于党 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化 现代化的军队 对此毛主席大为赞赏 毛主席指出四个第一好 这是个创造 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 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 三八作风之后 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后来毛主席依靠解放军搞文化大革命 夺留邓司令部的权 这步骑毛主席是早就看准了的 林彪号召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主要是为了部队的建设 林彪的想法和做法是健康的 是无意的 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却是有心的 几十年以后我才感觉和认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 毛主席早在发动文革以前就想扳倒刘少奇 不过当时的条件不成熟 刘少奇那时掌握着党的领导实权 这种领导实权也已经运行了多年 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少拥护者和追随者 当时 毛主席不要说扳倒刘 就是对刘有批评 也未必能完全贯彻下去 因为中央和地方的很多领导 都是刘 邓的人 实权在刘 邓手上 邓倒向了刘 毛主席要下决心搞掉刘少奇 拥护解放军 赞赏林彪是他长期的重要战略准备 这种准备 长期以来只有毛主席有数 其他人长期以来没有数 甚至刘少奇 邓小平 周恩来也未必有数 当然 毛主席还要做舆论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六四年 六五年 毛主席决定解放军派出大量干部支持地方工作 中职机关 国务院各部委成立政治部 政治部的主要领导都是军队派来的干部担任的 在六五年 毛主席让江青秘密组织班子 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打击右倾翻案 在六五年 毛主席亲自出马打倒罗瑞青 在六六年初 毛主席让江青去请林彪这个尊神支持 搞部队文艺座谈会 以此为武器 向文艺黑线开火 文化革命一开始 毛主席决定成立了 有江青参加并掌实权的中央文革 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 毛主席很快就把中央文革这些人演变成主持全国党 正 均日常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碰头会的主要成员 实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 到六六年 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发出五一六通知 打倒棚 真 罗 瑞青 陆 定义 杨 尚坤 以上这些都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略准备 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端调流 邓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是雄才大略的准备 发出了五一六通知 两个司令部就真正开火了 关于平心边历史剧海瑞罢关的情况我不了解 1965年12月 解决罗瑞青问题的上海会议和回到北京后 66年3月又召开会议继续披罗 我是从头到尾参加了 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情况我知道一些 这个座谈会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召开的 不是林彪委托江青而开的 纪要的名称中原来根本没有林彪同志委托这个冠名 江青那么傲气 谁敢加这样的抬头 林彪同志委托这个冠名 是毛主席定的 并亲自加上去的 至于林彪有奈也好 无奈也好 当时林彪没有反对毛主席这样做 也算是对毛主席的支持吧 其实 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毛主席让江青去请林彪这个尊神 人民解放军这个尊神 也就是毛主席为了打流 邓司令部这些鬼 借助林彪和人民解放军这个忠魁罢了 平心而论 对文革来说 毛主席认为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是革命 而不是运动 毛主席自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革命就是砸碎旧的国家机器 而不是简单的调整 撤换干部 如果从革命二字出发 回过头来再看看文革 或许能想通一些过去想不通的问题 毛主席说文革三七开 文革就是七三开 就是再糟糕的文革 也是我们党历史的一部分 文革既然已经存在了 就要认真的总结教训 不能简单的用所谓彻底否定去了结 去鞭吃 文革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原因 有党内路线斗争的原因 具体的说 也有长期以来 首先是党内最高和较高层面上的领导同志把毛主席拥戴到党和国家之上 把党内生活的平台变成斜坡 使之失去平衡和制约 促使产生毛主席可以和尚打散 无法无天的局面 而且党内最高和较高层面上的领导同志 自己也在起劲地拥护文革 因历史上的的恩恩怨怨在文革开始时打击同志 直到革命急到自己头上 才对文革产生怨气 现在大家都把文革中的不是推到毛主席一个人头上 毛主席是要负主要责任 并推给林彪 江青以及黄 五 李 邱去承担责任 没有多少人把文革作为党的历史的一部分自己去反思自己 去承担一些责任 不是栽赃他人 就是推得干干净净 赴 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 贺龙 荣真 陈毅 博成 向前 建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他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请月 这个纪要 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 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 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 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 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文艺这个阵地 无产阶级不去孤岭 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 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 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 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使部队工作在突出政治 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妄告 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至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第21章 军队文革的序幕 上海紧急会议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 由毛主席主持 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批判了罗瑞卿 会后他就下台了 这次会议是刘少奇 邓小平 周恩来他们主事的 军队是肖华 刘志坚在管会议的事 参加上海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之外 还有军委常委 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 军队各大军区 各军 兵种 各总部主要首长 中央机关少数人参加了会议 吴冷熙就分在我们组 记得梁毕业 王心廷事后补上来的 会议开始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才来的 大会召开之前 叶剑英 谢富志 肖华 杨成武 刘志坚等人到杭州 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 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 罢道 我是可以想得到的 并同林彪同志说过 这个人浑身是刺 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 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 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 毛主席最后叫了叶群 林写信向毛主席报告罗的问题时 已经离上海会议没几天了 毛认为林都反感罗了 那么 道罗的条件和时间已经成熟了 上海会议很突然 很秘密 12月6日晚上 空军司令部通知 接中央通知 明天上午8时 请求部长带秘书和警卫员 到西郊机场上飞机 去参加重要的会议 过了一会 中央警卫局也来电话 对方在何时我带的秘书和警卫员的名字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7日 我们同机飞上海的有刘伯成 叶剑英 贺龙 李作鹏等 贺龙不知道到上海开什么会 刘帅是知道的 在飞机上 刘帅故意逗贺龙说 贺胡子 到上海开什么会呀 贺龙说 除了打仗的事 要我们去干什么 我把军用地图都带上了 刘帅笑着说 打仗 我们也没用了 我们都是黄中的哥哥了 大家只有互相一笑 就谈别的了 贺龙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 连打倒总参谋长的会 毛主席都不给他事先打招呼 说明主席已经对贺老总另眼相看了 上海会议以后 叶帅就替代了贺 罗瑞青当时正在云南边境视察 罗外出都是带着电台和专业通讯人员随同的 他只要一停下来 各方面的电台就会立即开通 据说 罗给留守北京的彭真打了电话 彭真说都到上海开会去了 因此 罗干脆直接向上海的邓小平打电话 事情也巧 打电话之前不久 中央常委决定要让长子参加会议 因此 邓小平的电话就非常好打了 邓小平接到了长子的电话急向他说 你去一趟边境不容易 故意让你晚到几天 会议还未开始 你现在可以来了 我要空军派专机去接你 这几句话说的长子转优为喜 第二天乘飞机直奔上海来了 邓小平亲自指示无法宪派专机去接罗瑞青 邓特别指示无 告诉专机组的同志带上枪 东道主陈匹贤和空军司令无法宪去机场接罗 罗在机场看到陈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有劳大驾 陈表情很平淡 不说话 打不起精神 罗就开玩笑地说 大战通宵 只打麻将 没有精神了 陈回答说 上车慢慢说 总理 小平同志在等你 罗没有到会场 而是被拉到建国路一个院子给软禁起来 警卫都是由北京带来的8341部队担任 整个会议罗都没有露面 权益开始前 总理和邓小平召集全体人员开了预备会议 宣布了大会的纪律 强调会议保密 宣布编组名单及有关会议本身的其他问题 我编在西北组 组长刘兰涛 会上每人发了一个电话本和一本材料 后面定着白纸 材料中有林总给主席的信 就是前面提到的1965年11月30日那封 有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1965年4月15日 信中刘队罗大为不满 有海军李作鹏 王洪坤 张秀川的材料 总参作战部雷英夫的揭发材料 吉林办的材料等 我当时心里比较紧张 因为我在军委办公会议 在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六年 几乎天天见面 但我当时还没有态度 我回来后把这本材料和电话本交给了秘书吕玉润 没想到第二天就出了麻烦 刘志坚召集部队的所有秘书开会 问谁看过了材料 结果只有刘志坚的夫人刘兰英和我的秘书吕玉润承认看了文件 会后他们两个人被责令不能出房间 怕消息传到罗耳朵里出意外 直到罗到了上海后 对吕玉润的禁令才解除 会议主要方法是小组会 开会的时间是93学社 上午9点 下午3点开会 开的是马拉松会议 在小组会议上 大家可以随便发言 没有长篇大论 大都是交差式的发言 这次会议比较特殊的是没有出简报 我所在的西北小组 比较集中的是对长子的干将与霸道两个问题谈的比较多 大家异口同声地指出 他有才干 他霸道 吴冷熙对他的霸道作风说得很好 他说 长子的霸道作风有很多的特点 其中之一就是手长 嘴尖 还有就是肖静光等人批判罗搞小圈子也说得比较好 刘兰涛对大家的发言稍有意义 他说 大家批判长子的霸道作风和搞小圈子都是完全正确的 看来罗也在准备抢班 如果是前者就不需要任何准备 问题的实质是后者 他指出长子抢班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准备 一是抢叶帅军事训练的成果 搞大比武 这事实上是捞政治资本 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 政治上 组织上他都在准备 大家认为刘的发言对罗的问题提高认识很有启发帮助 由于会议没有简报 又只是小组会 对各元帅的意见是听不到 看不见的 以我个人对各元帅的接触来看 他们都是站在毛主席和林总一边的 因为罗瑞卿问题的实质根本不是同林彪个人的关系问题 这里我想谈一下贺龙 叶剑英两帅的态度就可以说明很多的问题 贺龙在会上是最积极的 他见人就骂长子 他说 他妈的 长子是婊子养的 他用公安部的办法 在党内 军内干私货 真卑鄙 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 扳掉凶神 解放元帅 他说 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 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 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 否则对工作不利 对我他就不客气了 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 回想起来 上海会议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 没有过火斗争 在会议期间 对长子都是被靠背的批判 他本人根本没有路过面 小组会议只传达过长子两点意见 一是承认大比武是不对的 二是不承认反对林副主席 他说 我对林副主席向来都是拥护的 从来没有过二心 在林总领导下工作 我是最愉快的 这样的传达也只有一次 第二 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任何负担 在小组会上 可以说话 也可以不说话 第三 没有结论 会议结束时 刘少奇 邓小平召集全体人员开了半小时的会议 刘少奇说的主要内容是 这次会议开得好 大家都平心静气的摆设时 讲道理 没有搞斗争 回北京后 中央还要继续开会 也依照着上海会议的精神办理 上海会议是开了一个没有火药味的会议 但会议一结束 罗就被撤销了总长职务 由杨成武任代总长 回北京后 开罗瑞卿的会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 由邓小平 彭真他们牵头 成立中央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 会议是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领导的 并不是以军委的名义领导的 但实际主持会议的又是实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 林并没有主持会议 我过了关 上海会议之后 我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 1966年1月底 叶剑英副主席叫我去谈话 我看到叶的表情同以前不大一样 我很纳闷 叶帅问我 在上海会议期间 你同别人谈到肖华同志什么问题吗 我回答说 没有 只是在陶筑同志那里听到过肖华不宜挂帅任军委秘书长的话 我也插不上嘴 叶帅听到我说之后 好像稍微轻松了一些 我问 叶帅是怎么回事呀 他回答说 有些要紧的事 此时叶餐送来了 我们坐下吃东西之后 他首先说 没有挂上帅的人 只肖华没有当上秘书长 恐怕心里总会在想什么吧 我回答说 可能总想找张路条 指整别人以表现自己 回来吧 叶帅带着惊奇的口气反问 路条 嗯 道别人们下去了的人 只肖华同罗瑞青搞在一起了 现在要回来 不拿路条表现一下自己就不好进门 我这样回答 此时 叶帅面带笑容说 真高见 你的话我懂得了 稍停 叶帅心情比较好的说 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个同罗瑞青一起批判的名单 其中包括你在内 他说罗是单纯军事观点的主帅 你是单纯业务观点的代表人物 两人同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就应当同时批判 他们已经指定人负责整理你的材料了 我已向苏州 林总在那里 打了一个电话 林总有三条指示 一 萧华这样做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二 此事暂不要查问萧本人 三 你可向邱略谈一下 要他放心 军委会正确处理的 对叶帅的谈话 我向他表示谢意 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我要做总结报告 这个报告1966年1月中旬就定稿了 总结报告的题目是 面向基层为部队服务 后勤工作突出政治总结 主要内容是全军后勤战线为部队服务的十条经验 林总看到总结报告非常高兴 认为是突出政治联系实际很好的总结 林总一是把报告批送刘主席 请他考虑可否印发正在进行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参考 二是要携帅对总结报告放出一点称赞的风 叶帅接到林总电话之后 提出了两点建议 表情符号 伤心 一 举行军委常委会 萧华要是向军委提出批判邱会坐实 我就用提出讨论总后的总结报告来解决问题 这样也就制止了对邱会坐批判的企图 表情符号 生气 二 萧华要不提批判邱会坐 由林总给邱会坐打个电话 对他的总结加以赞扬 以资鼓励 林总完全同意叶帅的意见 1966年1月18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后勤工作会议同时在京西宾馆闭幕 两个会议结束的前两天 军委举行常委会 审议两个会议的文件 在会议上 所有到会的人都赞扬了总后的工作总结 聂帅平时对后勤工作是过问比较多 他首先以高兴的口气说总后这个总结是很好的 从这个总结里即可看出后勤战线的实际工作 也可以看出突出政治的成绩 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总结 突出政治就是要像总后总结的那样 要结合实际才能见成效 刘帅说 业务工作不突出政治是错误的 也是办不出成绩来的 突出政治不结合实际也是错误的 出不了什么效果 总后的总结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忘了是谁说了一句 总后有秀才 一级总结是秀才写的 刘帅又说 这可能不是什么秀才可以搞得出来的 一定是他 指我 这个粗才搞出来的 对总后的总结 肖华一字不提 只是说 罗瑞卿的单纯军事观点影响整个军队建设 要结合实际深入的批判 在后勤工作会议进行期间 林总的秘书郭连凯在苏州给我直接打来了电话 电话内容是林总事先口述好的稿子 郭市照稿子念的 电话的内容是过去历来军队后勤工作最大的毛病 是见物不见人 轻视思想工作 你们现在改变了这种情况 这是很好的 今后 你们应当继续加强思想工作 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 加强抓活思想 加强抓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后来我们称之为林总对后勤工作的四个加强的指示 对林总的指示 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立即发给了与会人员 同时还用电文发到了全军师级以上后勤部门 林总的指示对全军影响很大 对后勤工作的鼓励和积极作用是空前未有的 叶帅看到了林总给总后的电话记录之后 又立即叫我去谈了一下 叶问 你看林总的电话目的是什么 我回答说 我看一箭双雕 既接待了拿路条回来的人 也保护我不被打倒 这是林总的高明办法 叶帅 你这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很深刻 总政出面点名对你的批判是不可能了 军委也不会同意 我说 我遵照叶帅的指示办 我对总政可能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我的批评是做好了准备的 我写好了一篇题为政治和业务紧密结合 坚决反对空头政治的发言稿交给叶帅 叶帅看了我的稿子之后说 稿子的思想性很好 但问题也比较大 现在放下 以后再说 在林总 叶帅和军委的保护下 我没有同罗瑞卿一起受批判 一起打倒 中央工作小组会议 1966年3月4日到4月8日 继上海会议之后 在北京召开了会议 称中央工作小组会议 开罗瑞卿的会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 由邓小平 彭真他们牵头 成立中央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 外面误称军委扩大会议 可能这个会议实际上主要是军队的同志参加的原因吧 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 时间进行了一月有余 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大约有两周时间 主要是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领导同志 大概有40多人 罗本人也参加了会议 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人 除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全部人员之外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 总共有近百人参加会议 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书记处的领导 组织了第一次会议 会议开始的时候 总书记邓小平把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 接到中南海淮仁堂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 我记得总书记邓小平说了两句话 他说 对会议怎样开 上海会议结束时 少奇同志已有交代 我就不说了 另外 我提议成立一个会议领导小组 具体领导会议的进行 接着邓指定叶剑英 肖华 杨成武 苏振华组成领导小组 并由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 邓 彭也多次找罗谈话 邓小平叫他从关系 工作 个人作风 思想意识 组织纪律五个方面做检讨 毛对罗究竟是什么打算 当时林并不知底 林只知道罗给他丢了人 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 因此 林也有尴尬之处 上海会议 林彪没出面 回到北京开会 林既无参加 也无指示 更无主持会议 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 林连面都没有漏 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 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 谢富志 肖华 杨成武 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 如李曼村 唐平柱等人 我从1959年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天天和罗在一起办公 罗对我有拉也有打 但对我的工作支持还是多的 我当然怕把我画在罗的一边 我也积极发了言 当时 积极发言批评罗是很风光的事 但是还轮不上我风光 比如三总部的发言 总参 总政都是由杨成武 肖华发言单列的 只有总后没有单独向中央的书面报告 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 地方干部也发了言 我还没有听说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发言的人 罗的秘书也在会上做了揭发 因为林总有话在先 叶剑英说服了大家 整个会议没有直接涉及贺龙的问题 这次大会同上海会议不同的是 有系统文件 有记录 有简报 每个人的发言都可以看到 两个阵营的人的发言 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特点 林彪阵营的人的发言是有事实 有批判 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叶帅 肖华 杨成武这些大将亲自上阵 胡子阵营的人的发言则恰相反 除了许光达的发言有分量 刺痛了罗 没有什么其他干将打先锋 不少人的发言除了讲了一点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之外 没有涉及任何实质问题 但他们对罗的倒台又是幸灾乐祸的 只要不扯到贺就行 打倒罗瑞卿 二 四方面军的干部高兴 我的发言 着重从形势主义和浪费相关的问题上 揭露了再大比五中经费 物资 但要浪费的大量事实 并批判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我发言时 罗本人在场恰好听到了 罗两次想插话 被叶帅制止了 3月12号罗瑞卿检讨时说 秋会做同志特别讲了经费 物资 但要得惊人浪费 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大会对罗瑞卿的批判 叶帅有意把他形成两半段 前半段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后半段则揭发批判小圈子 实质在后一个问题 从上海会议起 林彪就注意做争取工作 总政梁毕业副主任是争取的重点 因为他是罗瑞卿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 但梁毕业也是林喜欢的人物 林副主席分配李作鹏和我做他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做得很成功 经过几次谈话之后 把问题基本上摸清楚了 梁毕业同我们谈话的情况大致如下 梁说 1963年罗瑞卿同他谈林副主席的病情谈得最多 首先是以关心的口吻谈 后来就谈后事了 罗瑞卿说 林总的身体是很少希望了 自然规律 无法抗拒 我们这些人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说 1964年开始 罗瑞卿定的方针是冷林 热鹤四个字 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扩大林彪的病情 宣扬胡子的亲政 要使大家信服林彪的身体只是熬时间了 他说 罗瑞卿再三强调 突出政治就是突出人的作用 没有自己的人哪还有什么政治 在各总部 各大军区 各军种各兵种都要搞两套人马 及雍临 雍鹤两种人 只有这样才能平衡 罗端青再三交代 对同我们合作的人要特别的关心 现在有很大的作用 将来的作用就大了 梁碧叶自己在大会上也发了言 他的发言说得很详细 态度也很中肯 他自己再三说 我的检讨还不深刻 叶副主席也再三说 你是发言 不是检讨 讲得很好 检讨和发言只有两字之差 但可以看出军委的鲜明政策 林总对他的发言是满意的 已经下命令调他到南京军事学院任副政委 魏道指 文革时 总政的领导人硬是不容他在北京待下去 把他下放到安徽去了 1970年准备召开的四届人大 军队要解放的一批高级干部中就有梁碧叶等人 黄永胜 李作鹏和我与梁的关系都很好 想把他先安排在安徽省军区任第二政委 因李德生没有同意而作罢 只安排了张宗迅为济南军区副司令 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继承了上海会议的精神 刚开始罗瑞卿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负担似的 他只出席过两次大会 一次是听别人发言 一次是自己做检讨 他参加小组会是自由的 可以去 也可以不去 关于四条的问题 四条的核心问题是伸手 极有野心的问题 罗自己在检讨中已经触及到伸手的问题 罗瑞卿说我对陶柱 肖华 杨成武 梁碧叶说的那些话 我都是说了的 类似的话 还同刘亚楼同志说过 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 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肖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 都提到伸手问题 都确认有四条 迪云英也说有 如果说没有 首先是叶剑英 肖华 杨成武他们几个人给全党开了大玩笑 有些人后来改了口 那也只是改了口吗 其实 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罗 主要不是因为罗的质量问题 而是要拿掉罗的军权 防范流 等 那么 在毛主席到罗的决心中 四条就并不是很重要了 没有四条 毛主席也要拿掉罗的 林彪和罗荣环 聂荣贞 叶剑英的关系是很好的 都是拥护毛主席的 一军团还有一批尖子 陈庚 罗瑞卿 刘亚楼 肖华 黄永胜 杨成武 杨德志 邓华 李天佑 赖传珠 吴法宪 梁毕业 梁兴出 岑国华等等 刘亚楼和林总共是时间长 他们是同志家兄弟 罗靠上了贺龙 自己有了非分之想 他叫刘亚楼去和林总讲四条意见 这四条是叶群在上海开会时 在小组会上揭发的 开完上海会议回到北京后 在批罗的会议上萧华 杨成武有系统的发言又讲到这四条意见 这就是让叶群告诉林总表情符号 一 一个人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林总将来也要退出历史舞台 表情符号 生气 二 要认真爱护林总的身体 拜托叶群多费心 表情符号 生气 三 林总把部队的方针都定好了 今后林总就不要多管军队的具体式了 由他们去管 主要是把林总的指示落实好 表情符号 生气 四 林总要放心让罗去管 放手让罗去管 刘亚楼去世以后 在整理遗物时 有一封刘65年4月15日写给罗瑞卿的信 信当时没有发出去 刘在信中对罗大为不满 这种不满总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 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这封信是上海会议的文件之一 此信对与会人员的震动是高于叶群发言的 因为毕竟是罗让刘上了肝子去和林讲 林又把刘迅了一顿 碰了一鼻子灰嘛 1965年初 罗瑞卿到上海 去医院看刘 刘和罗大吵一架 刘的秘书何汝珍和照顾刘亚楼生活的空四军的管理云过 全都听见他们在吵 这之后刘的身体状况下降很快 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他们还能吵什么呢 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 林总更伤罗与贺搞到一起去了的心 军队让谁掌管 毛主席心中有数 并非林彪能左右 罗瑞卿这样的意见 肯定被林顶了回去 罗昏了头 刘也昏了头 他们昏了头 与当时贺的兴旺是有密切关系的 林彪生病期间 主席叫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虽然主席对贺龙也有亲近的话 但毛绝不会把军队交给贺 主席的底牌还是林 我们那时离上面还远 我们还能看清主席的底牌 罗是应该能看清的 但罗看走了眼 这就是历令至婚的道理吧 很快刘亚楼醒悟了 他痛哭流涕的揭发了罗 现在 有的材料上说 在开上海会议的时候 邓小平说上面所讲的事情死无对证 我没有听到邓说过这样话 我更不相信邓当时有胆量说这样的话 邓小平彭真都是披罗的主要负责人 他们若表示了相反的态度 不是把自己放到毛主席的对立面上去了吗 如果邓小平说了死无对证的话 杨成武 萧华又怎么可能在披罗的大会上 把这四条和罗的其他问题 又认认真真揭发呢 杨成武 萧华又不是傻瓜 我想他们只会说有根有据的话 不会说死无对证的话 中央工作小组给中央的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也郑重地提到四条 这个报告都是要经邓的手把关的 如果邓说了这个话 他怎么还同意写上四条 这只能说明罗的确钻到刘 邓司令部里面去了 邓小平说死无对证是教唆罗耍赖 想想看 罗都投降了刘 邓 毛主席怎么能放过他呢 罗瑞卿的错误和林总的态度 说到罗瑞卿的错误 中央工作小组上报中央的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叶剑英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以及萧华 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 刘少奇对罗的严厉批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罗瑞卿的错误总的来说有这么几方面 一是工作中的缺点 错误 包括大比武等等在内 但我认为能为党工作 并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去工作 比小病大养 养尊处优强得多 我们党内有个不好的毛病 叫做强盗众人推 人一遭了殃 从头算账 缺点变成错误 小错变成大错 无限上纲 二是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 罗瑞卿的民主作风的确很差 相当盛气凌人 相当霸道 这样 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工作做了不少 还把不少人得罪了 甚至把老帅也得罪了 人家不可能不告你的状 罗瑞卿这个人权贵思想很重 他能看得上的人很少 严重脱离群众 对下级 对工作人员总是不可一世的样子 六四年在福州开会 午休时有几个秘书在打扑克 影响了他休息 他冲出房间对着几个秘书歇斯底里的骂 骂了个狗血喷头 很失领导水平 罗这个样子 这里面有双翼 红翼方面军 红翼军团的优越感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 林彪把他惯坏了 罗是毛 林都很器重的人物 个人关系也不错 三是从有私心到身手 最后变成了野心 62年 林总生病 毛主席决定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从62年到65年期间 罗在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期间 擅作主张的事情也不断增多 我是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 几乎天天在一起开会 情况基本知道 罗是要负责任的 比如 搞大比武 对孽 叶 许等各元帅都不够尊重 对他们分管的工作都不够支持 军委的总结报告 没有授权让他来搞 他自作主张的搞了 给几个老帅看一看 征求一下意见 他认为充其量是走过场 心里满不在乎 尤其不应该的事 他认为林总的身体肯定不成了 近开始嫌弃林总 说出病号就是养病 要让嫌 不要干扰 不要挡路的婚话来 林总生病时 毛主席都为林总写下曹操的归虽兽来鼓励他 相比之下 罗的婚话实在不该说 由于刘少奇说过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 罗认为新一届人大 他应当国防部长 65年林总身体有明显好转 在65年1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会议上 林总又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罗有点意想不到 自己国防部长也没当上 还把林得罪了 心里有点慌 他让刘亚楼把他对林表忠心的话赶快告诉林总 罗说 这次我认定了 跟定了 今后弹打不飞 棒打不走 我罗瑞青死了烧成骨灰 都忠实于林总 这个话我们当时就听到过吗 为什么说出这种话 说明以前开始走了 要改换门庭吗 林总这个人是最不爱啰嗦的 但他对罗可以说是苦口婆心 语重心长的林从内心里还是想教育罗 对罗仍然抱着希望罗毕竟是林提议当总长的 当然有时候林总严肃批评罗 甚至骂罗 但这和想要打倒罗是两回事 这就是林对罗的基本态度 林是很慎重 很沉的住气的人 四条的事发生后 林就认识到罗的野心 但林并没有向毛主席报告 叶帅 聂帅 杨成武等 早就在林总面前反应罗的问题 并希望林向毛主席报告 林并没有向毛主席报告 仍既希望对罗的教育 如果不是毛主席叫叶帅给林通气打招呼 并给不少老同志打招呼 如果不是毛主席决定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的问题 林是不会同意叶群把四条讲出去的 林是个不安事实的人 林总告诉罗要通气 因为元帅和其他人到林处反应罗的问题 林往往因不了解情况而无言以答 因为林不了解情况 很难为罗说话 对于林总的教育和苦心 罗的神经已经麻木了 他反而越走越远 林总不得不对罗说出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 你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 你是总参谋长 我还是你的上级吧 你的情况我一点不了解怎么办 军队的工作我是要对中央负责的 对林 罗这段关系的发展变化 我认为一开始罗未必存心是对林有什么封锁 罗认为自己和林总的关系好 林又不是管小事的人 是无据系的汇报林反而嫌啰嗦 另外 林当时的确身体不好 罗也不愿意轻易打扰林 后来罗变了 以为林的身体不会再好起来 没希望了 罗锐青倒向了贺龙 贺龙当时撞得很 其实罗看走了眼 主席发现了罗道向贺 贺又河流 邓关系密切的严重情况 毛批评了林 嫌林是个甩袖掌柜 这时林再找罗谈话也认真了 罗也就开始有意封锁林 有意不主动向林汇报工作了 当时罗也有挡箭牌 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是中央决定的 对罗的做法我真有点想不通 这才叫历令智昏 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有自己的工作作风 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贺老总对工作也是抓得很紧的 可罗锐青倒向了贺龙 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军队是毛主席的命根子 军队应该掌握在毛最信任的人手里 最信任的人是谁呢 就是林彪嘛 林病了以后 就是罗锐青了 可罗锐青看军队这个家没看住 没看住的标准就是 罗锐青与贺龙搞在一起 河流 这样在毛主席那里问题就严重了 罗是不折不扣的善离之手 在毛主席面前 反映情况的自有人在 我想这些人向毛主席汇报 是讲罗反毛吧 不会只讲罗反林吧 主席自己对罗有警惕了 毛主席信任林彪远胜于信任贺龙 罗锐青完全应该明白这些 但是他没有真正明白 他还来了个冷林热鹤 罗锐青厄运的到来主要在此 也就是说在他自己 这种格局的形成 主要责任不在贺龙而在罗 林总身体确实不好 是罗改换门庭的主要因素 罗有了私心 这是关键 罗锐青检讨与自杀 在批判罗锐青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之后 他在3月12日做了一次检讨 罗发言的那天下午 北京的一些名义会员 极有名单 平时不到会的人 也大都到会了 会场的布置 有半圈沙发是主持人和元帅们做的 对面的前几排也放着沙发 后面有几排桌椅 罗是穿着便服 后面还是跟着副官来的 他来到会场之后 叶帅招手要他到沙发上去坐 他只是笑了一下 并未去做他过去应当做的位置 罗锐青检讨时 由叶帅主持会议 他宣布 现在请罗锐青同志发言 罗点了一下头就开始发言了 他的发言还是上海会议的基调 即承认大比武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冲击了政治 而且他强调大比武是他个人决定的 他说 这次大比武是我个人擅自决定的 现在看来 重开一次那样兴师动众的南京现场会议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而且把军委主管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同志 撇在一边 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除了自己喜欢独断专行 不讲民主的恶劣作风外 还有个人主义的浩大喜功 想在军事训练上搞出一点突出的成绩来 以便向主席 向党 向军委 向林彪同志邀请公报杰 动机是很不纯的 大比武带来的严重恶果 刘志坚同志归纳了八条 张宗迅同志归纳了四条 全军比武资料上归纳了十条 邱会做同志特别讲了经费 同时 罗还对一些具体势力做了检讨 如搞形式主义等等 另外 他还以真诚的口气说了 没有反对林副主席 他说 过去没有反对林副主席 今后也永远不会反的 罗还特别说了他对叶帅不尊重 对军委其他领导不尊重的话 并表示检讨 最后还说了几句对林副主席的身体关心不够的话 叶帅 萧华 杨成武是有防范准备的 萧华 杨成武事先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一起一了一 叶帅也在做 萧华说 如果罗态度不好 总政的同志上 他的问题多了 杨成武则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这个会开不好 别人会看笑话 罗在检讨中虽然嫌有些帽子戴得太大 如野心家 阴谋家 篡党 篡军 但他给自己上的纲也不低 他说过 我的错误是十万分严重的 有的同志说是犯罪 也不过分 党给我什么处分 我都接受 最后 罗瑞卿还表示 请求党重新宣布撤销我有关军事工作的一切职务 撤销我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把我放到领导墙的基层单位去改造我 考验我 在揭发罗的时候 他有时并不在乎 如王树生发言的时候 他有时很生气的瞪着人家 如许光达发言时 接了他不少过去的短处 罗气的想对质式的 叶帅没有同意 还有人揭发罗的霸道时 说了一件事 在抗大时罗瑞卿为教育长 说他作风霸道得很 为此主席到抗大去开座谈会 在学校工作的谭西林 张爱平 王志涛 韩振记等同志对他意见很大 说罗高高在上 他的马吃的马料比较圆火石还高 并说罗长王女生队跑 马掌都换了几副 会后有人提醒发言人说 你老兄嘴上没站岗的 那时林总是校长 提议罗为教育长 你是不是说林总互短呀 你是不是借股讽金呀 其实林彪是两次为罗瑞卿互短了 一次是抗大档教育长 一次是当总参谋长 两次都是林提名 两次都被拉下马 到头来还说林整罗 这时为不公 罗瑞卿讲话后 急退席了 大会继续开 并自由发言 有的人提出 要罗瑞卿到会 面对面的接受批判 有的人对罗的发言 则加以赞扬 接着邪帅讲了话 他说 罗的发言比在上海有进步 承认了错误也有些自我批评 对罗的发言要表示欢迎的态度 对罗还是不搞面对面的批判 不到会也不妨碍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罗检讨发言后 急把大会揭发他搞小圈子的材料 和梁毕业副主任的记录稿 他的老婆给林总的信等都给他了 叶帅是很精细的人 给他的都是原始稿 罗看到材料的当天晚上 通宵未眠 坐卧不安 第二天早晨就自杀了 罗瑞卿驻南池子 在北京是属于一等的院落 他本人的宿舍是三层楼房 他自杀的方法是 在三楼两脚朝下溜下去 有如小孩在公园玩滑梯一样的 这样是不可能死的 除了一只脚伤了之外 其余地方并未受伤 罗为什么这样做 真不得其解 罗在自杀前留下两封遗书 一封是给他老婆的 一封表示对批判他不满 甚至说他走到自杀 这一步是被逼出来的 罗瑞卿为什么会自杀 从后来揭发的材料来看 主要是怕把小圈子的问题端出来 他自己在梁毕业副主任的 发言的记录稿上 写了两句话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反党集团 可见他感到痛的事后一个问题 罗瑞卿自杀未成后 对大会的影响很大 无论过去拥护罗的人 或是对罗有意见的人 都对罗产生了愤恨 因为罗在检讨中说过 同志们这次所揭发的 大量材料 我如果还不觉悟 不在真理面前低头认罪 就太不像样子了 他在检讨最后大声说 请同志们继续批判我 揭发我 按照罗在会上的态度 是不应该自杀的 中央工作小组 对罗瑞卿的自杀 向毛主席 党中央及时做了报告 中央后来下发文件 明确指出了 中央认为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 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 是用修正主义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是反对党中央 反对毛主席 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 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野心加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 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 贯彻执行了 成前毕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 摆事时 讲道理 对罗瑞卿同志 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 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 检讨自己的错误 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 受伤 走上了自觉于党 自觉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 中央决定停止 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罗是以自杀来抵抗对他的批判 对罗瑞卿的自杀 叶帅传达毛主席的话是这样说的 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 阎王老子办事是有原则的 没有叫他去自己去 是不会接受的 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召开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 会上也在批判罗瑞卿 据说大家的发言惊心动魄 罗瑞卿自杀的报告到杭州 连刘少奇 邓小平都对罗的自杀十分不满 刘少奇说 表情符号 伤心 大意 罗长子平时盛气凌人 锋芒毕露 他对老帅都打击 自己不认真检讨 过不了关就自杀 没出息 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 鹰头朝下 他是脚先落地 他是坚决向党对抗 跳兵棍的挖苦话 就是邓小平说的 说得很形象 大家很快就传开了 罗的自杀不仅给自己抹了黑 而且给毛主席这边 刘邓那边都抹了黑 罗瑞卿 杨成武等人 在文革中都属于圣交败哪的人 得志时不可一世 以止气使 失事时经不起考验 结果问题越搞越复杂 对党对个人都造成很大损失 罗瑞卿炫耀自己 罗工作是能干的 整人也是能干的 毛主席去世之后 他得到了重新上台的条件 利用自己的保护人 重新得到了权力 当了军委秘书长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把自己吹到天上去了 罗垂须自己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历来就是反对林彪的 罗当一军团保卫局长 负有直接保卫林彪安全的责任 他就是反对林彪的 他还特别指出了林彪是不会打仗的 另外就是用权力宣扬他当总参谋长时 搞大比武的盛况和空前的成绩 过去发表过的大比武的文章又重新发表 例如1964年毛主席参观过十三菱大比武的文章 另外他把他垮台的原因全部推给林彪 好像他倒台的原因是因为他和林彪的个人关系不好造成的 他以偏概权 其实等于他否认自己有错误 罗瑞青炫耀自己的另一个手段是镇压 后来他对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一个不拉地都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对他自己权力范围内能够镇压的人则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 例如他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置他的伤脚 为他出过立的院领导干部 专家医生护士都进行了镇压 连给他送饭的护理员也未曾幸免 院长进来川 副院长曹根惠逮捕法办 进来川被关进秦城监狱十年 曹根惠被关在总证白庙监狱 判了重刑 在狱中做了胃切除手术 都不让保外就医 仍然关在监狱吃着猪狗时到了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程度 对黄 吴 李 邱的四位夫人 中央决定要从监狱放出来 参加劳动学习 罗瑞卿下令全部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在文革的党内斗争中 罗瑞卿和自己的家庭 妻子 儿女都饱受了苦难 他应当有所感悟 应当更有高峰亮节 但他重新上台以后 没有做到 黄克成同志受的苦更多更长 他有博大的胸怀 能正确评价毛主席 还正确评价了林彪 对黄 吴 李 邱的四位夫人也落实了政策 如果没有军内造反派的破坏捣乱 会落实的更好 罗瑞卿实行这样残酷的镇压 一则是他的报复 二则是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威风 实际上降低了自己 叶帅的总结 上海会议之后 叶剑英元帅代替罗瑞卿主持办理军委的日常工作 叶帅领导和主持的对罗瑞卿批判的会议是成功的 会议遵照上海会议的精神 完全是党内生活 根本没有过火的斗争 这是大家的共同看法 叶帅说 会议从3月4日到4月8日 共开了一个月又5天 参加会议的共有95人 除了试驾并驾外 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 有联合发言的 共有86篇发言稿 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 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 有揭发 有批判 有建议 差不多全部发言 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 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 在批罗时 系统发言的有消化 杨成武 与王尚荣 雷英夫联名 谢富志 会议结束时 叶帅代表军委 做了长篇的总结讲话 叶帅的总结分为三个部分 大意是 一 罗的错误 一 反对毛主席 是反党的 二 反对林彪同志 是要篡夺军权的 二 罗历史上的错误 抗战时 与彭德怀勾得很紧 当公安部长时 一上台就大抓个人兵权 大搞时无运动 到处大抓大补 三 道会的高级干部 应从罗的一生取得深刻的教权 在总结中 叶帅对罗瑞卿的批判很精彩 对大家的教育很深刻 叶帅说 要有私心 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没有公心 发展为野心 罗瑞卿这样的人也不例外 罗是历令致婚 错误的估计形式而垮台的 叶帅在谈到罗反对林总时说 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 公然伸手抢班夺权 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要向党伸手 他私自封官许愿 拉拢一些人 为他效劳 派人当说客 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 劝林彪同志让权 此外还亲自出马 当作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的说 病好吗 要像个病好样子吗 要让闲吗 不要挡路 最后还想林彪同志有病 把林彪同志气死 逼死 折磨死 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 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 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 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 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 而罗瑞卿同志却说 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 使罗瑞卿大师所望 啼笑皆非 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 叶帅还说 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 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 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40年 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深教 在近40年中 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 做过许久的工作 耳濡目染 宁有几人 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 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 林彪同志信任他 放手让他工作 对他工作中的错误 多次批评 诚心教育 忍耐等待 足足6年 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 指责 教育 如果自己认为有委屈之处 何以不报告毛主席 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 跟毛主席几十年 还不把毛主席看作副凶师长 难道这样做法 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 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好战友 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 用得最好 跟得最紧 他对党忠诚 对同志和善 几十年刻苦自立 好学不倦 待病不休 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准则 他是我们全党最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 林彪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 主持军委的工作 在罗瑞卿同志看来 不反调林彪同志 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 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 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罗三月十八日自杀时 叶帅说将军一跳身名裂 向何良回头万里 故人长绝 这是我套用嫁宣词句 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 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道语 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 如果要重新做人 必须真正的在政治上脱胎换骨 叶帅还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这是古人说的话 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 不恰当 罗跳楼前 写了两封没有签名 没有月日的遗书 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 他说自杀是可耻的 但是 谁为为之 孰令致之 他竟恶毒的说 是会议把他逼死的 说他的可耻行动是被迫的 这简直是对会议的污蔑 是垂死的反扑 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 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 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 其实 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 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说 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 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 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 什么是政治 过去打仗本质上都是政治账 你们说罗封锁林彪同志 他罗长子长期以来 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 罗不尊重各位老帅 这和彭德怀的错误是一样的 罗再高 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 罗是个野心家 又专横跋扈 别人还不反他 叶 萧 杨 谢的发言 在中央下发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 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了 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 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 对毛主席向刘 邓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 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 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 这样风光的事当时还轮不到我们 后来两岸公审的时候 整罗的大干将们对此只字不提 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 天下岂有此理 当时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谁接替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 上海会议结束时中央原则上已定 萧华任秘书长 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杨成武反罗是积极的坚定的 过去萧华已被罗拉去半个身子有余 因此杨成武对萧当军委秘书长很有气 对秘书长人选 杨成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对问题提得很尖锐 他说这样的人事安排 只萧当军委秘书长 我们军队今后能够清除罗瑞卿的影响吗 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说穿了杨认为萧是和罗沾了边的人 林总完全理解提意见人的意思 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决定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 同时决定由叶兼任军委秘书长 叶帅出任军委秘书长 除了毛主席信任 他自己众望所归和得才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林总的建议 以我所知林总与叶帅向来关系都很密切 互相很信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 林总对叶帅是大力保护的 支持的 叶帅对林总是钦佩和拥护的 杨成武是反罗的干将 实事求是的说 在当时 杨成武的确是我军优秀的领导骨干之一 军政水平都很好 他对我也很好 不像有些人爱摆架子 我对他也是敬重的 林总都说 在罗长子的问题上 杨成武是最干净的 杨是披罗的第一干将和先锋 直到他1968年被打倒之前都在披罗 1966年在披罗的会上 杨有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 罗瑞青篡军反党的阴谋发言 他是中央工作小组的成员 与叶帅他们一起向中央写了关于罗瑞青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1967年3月 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 杨成武发表了长篇讲话 系统的批判了罗瑞青 11月 他又发表著名文章 大树特殊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该文的副标题就是彻底清算罗瑞青反对毛主席 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该文声称资产阶级阴谋家 野心家罗瑞青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 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 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 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 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 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 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罗瑞青之流披身 披透披道披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杨成武是罗瑞青项目组的负责人 他对项目抓得很紧 工作既神秘又对自己管项目有优越感 有一次办事组开完会 他对我说 老邱雅 我带你去看看热闹 原来 杨氏带我去看军队项目关押人员 杨对项目关押对象的地方很熟悉 他只给我说这是谁 那是谁 然后掀开小窗口让我看 我们第一个看的就是罗瑞青 杨成武和罗瑞青的斗争一直是很坚决的 大的方面他自己的几次发言说了很多 小的方面他也不放过 文革前 再一次在军委办公会议上 研究一些干部的调集问题 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青在会上一个一个提名字 一个一个研究通过 研究完了以后 罗瑞青就准备宣布散会了 这时杨成武突然说 你们拉下了大事 太不公道了 太不公道了 像薛明 叶群 他故意把薛明说在前 也是三八事吗 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是无名英雄 级别和军衔都很低吗 掉了这么多人 我认为他们也应该掉 罗听后忙说 哎哟哟 疏忽了 疏忽了 接着又研究通过了薛明 叶群调整级别和军衔的事 913以后 毛主席解放了杨成武 这也是对的 但毛主席把杨 与副事件推给林彪是不对的 杨倒台后不久 毛主席就说过 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 第一个就是我 913之后 在罗瑞卿的问题上 毛主席也说过一些不实的话 这是我在心灵上第一次感到震撼 毛主席在工作上 甚至方针上有错误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主席煞有介事的说不实的话 我是意想不到的 比如毛主席说在罗瑞卿的问题上 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 我太不理解了 其实 对罗的问题的决定 全在毛主席而不在林彪 林也不得不跟着毛主席走 而绝不是毛听了林的 毛主席逝世以后 杨成武就开始说假话了 而且越说越利狠 他甚至说 他在总参传达罗瑞卿问题的会上 竟在主席台上伤心的哭了起来 这真是天大的谎话 现在一些报刊上 甚至公审的时候 说我们迫害了罗瑞卿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要说打倒罗瑞卿是对的 这个功劳还轮不上我们墙 如果说打倒罗瑞卿是错的 这个主要责任也不该我们担 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组的会议上 发言的都是错误的 那人人有份 副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党中央 毛主席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 党中央 毛主席在上海召开了会议 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 和他进行了被靠背的斗争 会后 党中央指定周恩来 邓小平等同志对他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教育和帮助 罗瑞卿同志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 反而表示受了委屈 多方为自己辩解 在传达了党中央上海会议情况以后 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 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 又揭发了罗瑞卿同志大量的严重的错误事实 为了彻底弄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 从3月4日到4月8日 召开了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 会议本着百事实 讲道理 成前毕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 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小组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历时13天 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 公安部 国防公办 国防科委 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 军种 兵种的负责同志 以及罗瑞卿同志本人 共42人 3月22日开始 会议进入第二阶段 根据党中央指示 增加了53人 包括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部委 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 第一阶段为参加会议的军区 兵种 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 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 由于3月18日罗瑞卿跳楼自杀 受伤 第二阶段的会议 只好又转为被靠背的斗争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 罗瑞卿同志的主要错误事实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提出 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林彪同志提出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罗瑞卿同志却胡说 不能这样讲 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 难道不能再高了 最活 难道还有次活的吗 最高最活 不好理解 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 林彪同志提出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罗瑞卿同志却胡说 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 对外国人影响不好 罗瑞卿同志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 说什么现在没人敢再提个人天才了呀 林彪同志提出 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做毛主席的好战事 罗瑞卿同志却反对 向外国人宣传和介绍这四句话 林彪同志指示 解放军报要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 罗瑞卿同志却显稿多了 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 把毛主席 党中央的指示和军委的文件 编程教材 作为干部 战事的必修课 罗瑞卿同志却借口 发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了 不准印发 林彪同志指示 要在民兵中开展学习 毛主席著作的活动 罗瑞卿同志却胡说 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 学习毛主任务 罗瑞卿同志还指责 歌舞剧水兵的光荣中 唱敬爱的毛主席太多了 说要和共产党联系起来 不要单独的唱 罗瑞卿同志歪曲和反对 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毛主席一再教导 人民内部也有阶级矛盾 罗瑞卿同志却胡说 农民有一部分自发势力 想搞单干 不是阶级矛盾 而是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同志指示 军队内部也有阶级斗争 罗瑞卿同志却胡说 我们军队本身不存在阶级矛盾 但是存在立场要坚定 阶级觉悟要提高 要抵抗资产阶级 封建思想的侵蚀 以及对政治问题 要有辩证的分析方法等问题 罗瑞卿同志当公安部长的时候 就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 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毛主席在1957年刚刚发表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指出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 曲折的 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罗瑞卿同志在1958年 却大搞什么时无运动 现期做到无反革命 无盗窃 无流氓阿非 无火灾 无车祸 等等 并且把苏修的东西搬来做论据 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 那里的犯罪问题 主要是外部原因了 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 他这种搞法虽然受到党中央多次批评 但是他仍然坚持错误 他不仅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 而且接着又放出了一个 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论 1958年11月 他就公然说过 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 专政的工具也是如此 现在反革命更少了 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的不是搞阶级斗争 而是搞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 就这个意义上讲 它是在开始消亡 党中央 毛主席反复强调公安工作 一定要在党委的领导下 走群众路线 罗瑞卿同志却强调垂直领导 搞神秘主义 孤立主义 搞苏联格勃乌那一套 罗瑞卿同志在新疆地区反对苏修颠覆活动的斗争问题上 违背和反对党中央 毛主席的方针和指示 他污蔑我们在中苏边境上制造人为的紧张 对中苏边境的纠纷 为苏修开脱罪责 说什么不能说 多数是他们挑起的 要做具体分析 1962年5月 新疆伊犁自治州的暴乱事件 明明是苏修策划和组织的 他也是非常清楚的 但他却极力为苏修开脱 只轻描淡写地说 我看与他们的领事馆有点关系 接着他又别有用心的说 不晓得这笔历史怎么写法 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 国务院的规定 擅自宣布边境地区的五类分子不要内签 责备新疆军区在中苏边境制造无人区 他还胡说 现代修正主义攻击我们在进行民族迫害 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罗瑞卿同志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 反对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 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是主力军 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 罗瑞卿卿阻挠和反对建设地方武装 忽视民兵工作 罗瑞卿同志拒步执行毛主席 关于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指示 毛主席早在1960年就明确指示 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尸给沿海各省 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 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指示 既不传达也不布置执行 竟然拖了近五年之久 1964年6月7月毛主席又连续两次 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 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播出个诗 给沿海各省 并且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罗瑞卿同志这时才被迫布置 但是他在布置时却提出 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 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 补充一部分新兵 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武装合并组建 还可以研究 结果毛主席的指示 还是被他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 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 林彪 贺龙 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 在四清运动中要自始至终的抓民兵工作 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要做民兵工作 罗瑞卿同志却一再反对 说四清运动中的民兵工作只在建设阶段抓一下就行了 并且规定军队干部下去参加社交工作不要外赋予搞民兵的任务 罗瑞卿同志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调 近几年来 毛主席多次指示 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第一是组织落实 第二是政治落实 第三是军事落实 首先是有没有 然后讲政治 罗瑞卿同志却狂妄地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 他反复说民兵三落实 首先是政治落实 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 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 如果政治不搞好 思想上不搞好 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 越落实 被坏人夺去了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 那个越落实就越会干坏事 要把关系搞清楚 罗瑞卿同志在这里好像是很强调政治 实际上是用诡辩论否定毛主席首先要把民兵组织起来的重要指示 同时 罗瑞卿同志搞民兵大比武 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统统给冲垮了 罗瑞卿同志还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毛主席历来教导 文艺第一是政治标准 第二是艺术标准 首先要解决文艺的政治方向问题 1964年6月毛主席批评文艺界15年来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 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上 刘少奇同志也说文艺战线的问题是文艺方向性质问题 是搞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易修正主义文艺 还是搞社会主义的文艺 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罗瑞卿同志却在部队文艺队伍中多次强调 部队的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 要突出艺术 他胡说什么 光搞政治性 战斗性很强的东西 就会显得太单调 太枯燥 我们军队有些文艺作品 比较生硬 艺术加工很不讲究 使人看了很枯燥 我不主张这样 不然还有什么艺术 光读毛选就行了 罗瑞卿同志公然修正毛主席 关于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先进 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理论 1965年11月 他说什么 我们部队不要提先进 后进 不要提后进战事 后进战事这种概念可以取消 我们军队中只要有党员 团员 无好战士 英雄模范 革命军人 这些名称就行了 罗瑞卿同志还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 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散布 对毛主席的不满 他还向别人说 毛主席不信任他 会整他 他想到上海当市长 早点离开毛主席 以后因为上天安门 毛主席没有要他陪同 到成都开会 毛主席没有让他移到坐飞机去 他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 要整他 这证明他对毛主席怀恨在心 是由来已久的 罗瑞卿同志这样敌视 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实际上就是反对 敌视和攻击无产阶级的政治 力图以资产阶级的政治 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 第二 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 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 反对突出政治 罗瑞卿同志 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 反对突出政治 是他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大暴露 是他力图把我们的军队 拉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轨道的阴谋的大暴露 是他力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代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阴谋的大暴露 1964年1月 罗瑞卿同志没有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和军委训练研究委员会 也没有请示林彪 贺龙 聂荣真同志和军委常委 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 1月至10月 他还先后13次到各地督战 各省 市民兵比武也是他个人擅自决定的 大比武是比军事 比技术 是提倡军事第一 技术第一 一搞大比武 就否定了四个第一 否定了军委决定的1964年全军工作的方针 大比武冲击了政治 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 渲弱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大比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为了在比武中争第一 拼凑尖子 弄虚作假的现象非常普遍 单纯军事观点 锦标主义的倾向大为发展 严重的败坏了部队的作风 严重的脱离了群众 严重的影响了内部的团结 由于大比武 部队中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歪风邪气上升 丝毫连队大幅度下降 为了比武 不少单位选拨干部和发展党 团圆重技术 轻政治 有些单位排挤工农干部 把政治思想质量好 但技术稍差的干部撤换了不少 完全达背了毛主席 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 大比武也冲击了正常的军事训练 练为看 不是练为战 搞了一套形式主义 花架子 根本不符合实战要求 比武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 训练事故也大量增加 民兵大比武 冲击了民兵工作三落石 影响了生产 脱离了群众 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也发生了许多事故 1964年底 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一贯的建军思想 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 和当时部队反映的大量材料 做了突出政治的指示 严肃地批评了大比武的错误 对于这个指示 罗瑞卿同志不仅不执行 反而千方百计的反对 篡改和歪曲 十天之内 他对林彪同志指示的内容 反复篡改了八次之多 杰利阉割其革命精神 塞进了许多私货 1965年初 他在军委办公会议 第八次扩大会议 和全军学习军师机关 革命化经验大会上 以及后来多次到部队 院校的讲话中 他都意图反对林彪同志 突出政治的指示 并且恶毒地进行煽动 例如 1965年1月15日 罗瑞卿同志 在高等军事学院军以上干部 读书班结束时的讲话中 公然煽动大家说 对于林彪同志 突出政治的指示 你们赞成不赞成 可以讨论一下 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 不赞成地回去以后写信来 他到处别有用心地讲 对于林彪同志的指示 要有正确的 全面的 辩证的理解 他还说1964年的军事训练工作 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 大比武的程序是主要的 既可骨 不可泻 不要泼冷水 他到处散布折中主义 及机会主义 的谬论 极端反对毛主席 关于政治领导军事的基本论点 而强调单纯军事观点 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 军事政治应该并重 反对所谓空头政治家 说什么政治搞不好 别的就搞不好 但是 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 别的都不好 垮下来 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 是空政治 哪里有这种政治 一定要正确理解林总的指示 政治搞得不好 打起仗来向后跑 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 我们训练就是为了打仗 打得不准 一打人家扑过来 你说向不向后跑 军事训练搞不好 浪费事小 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等等 1965年11月 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之后 马上又遭到罗瑞卿同志的反对和歪曲 罗瑞卿同志反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他还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这一条 说成是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 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几条放到次要的位置 军委已经决定把五项原则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的方针 他却别有用心的强调主要是解决方法问题 说什么不解决方法问题再好的方针也要落空 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项原则是瞎说一通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亡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说过的罗瑞卿同志个人擅自决定大比武 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 在公安部搞十五运动等等 不但在政治上是严重的错误 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都是严重的错误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问题 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曾多次明确指示 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 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 主要是政治问题 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 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 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 未经党中央批准 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 轻举妄动 罗瑞卿同志不请示毛主席 党中央和军委 竟然于1965年3月20日私自指示福州军区 今后海上作战 军区可以根据情况 积极主动的打击敌人 为了不失战机 可以边打边报告 1961年1月 昆明军区部队进脚讲残匪的作战没有打好 战役结束后 根据周恩来同志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 军委决定由张爱平、王尚荣同志组织检查组 去昆明军区进行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 王尚荣同志路过重庆 特地把周恩来同志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 向罗瑞卿同志汇报并请他指示 他还没有听完就大发脾气 暴跳如雷 说什么总理他们不了解情况 他们所了解的与实际情况距离很大 这次打仗的部署是我确定的 部署上没有什么不周密的地方 我回去向他们说一下 还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 最后他交代检查组不准把周恩来同志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 向正在昆明的张爱平同志和昆明军区领导同志传达 后来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同他谈话时 罗瑞卿同志又扯黄抵赖 罗瑞卿同志对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 往往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 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做了决定 只要不合他的意 他就发脾气顶回去 如1964年拟制的协同作战计划 1965年9月 10月在中印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 罗瑞卿同志都没有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 又如1962年5月 军委常委开会讨论了中印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 大家根据当时的情况 认为最好调一个部队到中印边境西段去 同时军事工业对常规武器的生产应该加强 使常规武器弹药能增加一些储备 会议上常委同志要雷英夫同志向罗瑞卿同志 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 请他考虑决定 他听了汇报后就大发雷霆 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 不要迷失战略方向 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 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等问题 党中央 毛主席和军委都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但是 罗瑞卿同志不但不贯彻执行 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 1962年底 他在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净狂妄宣布 新军委成立后 中央 军委 林总对国防工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 贺总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的17条经验教训 凡是正确的 一定要坚持 部分或大部分正确的 加以修改 不正确的 取消 他否定聂荣真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在我们的原子弹 导弹出来以后 还狂妄的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数据到数据 从设计到设计 一事无成 林彪 邓小平 聂荣真同志 不同意罗瑞卿同志提出的 在国防工业中马上取消军代表制度的主张 多次指出 军代表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 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 罗瑞卿同志却狂妄地说 军代表制度是不相信党 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有人说取消军代表制度是鹏 黄思想 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罗瑞卿同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 就有很多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例如1949年11月 他不仅是毛主席 党中央和军委 即擅自决定将军队系统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 改为公安部直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公安部建制 受到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批评 以后 他又积极地扩大公安部队 并且企图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垂直领导系统 竭力扩展自己的权力 罗瑞卿同志还利用各种机会 当着下级干部的面散布流言蜚语 破坏军委领导同志的微信 他对林彪 贺龙 聂荣贞 陈毅 刘伯承 徐向前 叶剑英同志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 都曾妄加言论和攻击诽谤 罗瑞卿同志身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军委秘书长 总参谋长 但是他很少认真的系统地向干部传达党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 党中央的指示 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 但很少原原本本的讲述 而且常常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 使干部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 党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自己的东西 罗瑞卿同志还对党中央对军委 特别是对林彪同志实行封锁 林彪同志自1961年以来 曾对他多次进行批评教育 希望他通气 1965年4月 林彪同志又明确指示 今后军队6级中将 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 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 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 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文 1965年5月 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 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 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 罗瑞卿同志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 各位同志身体不好为借口 不准别人去警示工作和汇报情况 谁去警示工作或汇报情况 他就迅速打击 罗瑞卿同志是个典型的一言堂 极端不民主 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许多重大问题 他不经过军委常委 不经过军委办公会议 不经过总参 总政 常常是个人批示决定 即使是军委常委 军委办公会议上决定了的事情 他也可以随便推翻 任意改变 军委办公会议经常是他一个人讲话 别人发言 常常被他拦腰打断顶回去 不让人家把话说完 甚至讽刺挖苦 恶语伤人 军委常委开会 也是他讲得多 军委各位副主席的讲话 也常常被他插断 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 听不得半句反面意见 老虎屁股摸不得 谁要给他提了意见 他就长期怀恨在心 寻机打击报复 第四 质量恶劣 投机取巧 坚持剥削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风造极 罗瑞卿同志个人突出 飞扬跋扈 风亡毕露 称王称霸 他想尽一切办法 争名誉 争地位 出风头 不择手段地 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 他特别热衷于 以个人名义 发表文章和讲话 极力为自己 争版面 争头条 争画面 争镜头 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 他常常抢先发言表态 把自己打扮成党和国家的权威发言人的样子 罗瑞卿同志是最会投机取巧的 例如 1964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星福教学法 召开了现场会议 并向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 并表示很赞扬 罗瑞卿同志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 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 兴师动众 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现场会议 把功劳据为己有 并成绩搞起全军大比武 推行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再如 罗瑞卿同志还把自己装扮成反鹏 黄的英雄 到处说自己是受害者 说延安整风时 他批评了彭德怀 彭恨死了他 实际上 抗日战争时期 他在野政二工作时 跟彭德怀是跟得很紧的 延安整风时 他看到彭德怀受到批判 就转过来批判彭德怀 解放战争时期打太原时 他看到彭德怀又担负了重要职务 到太原前线来了 于是又靠上去 当时 彭表示对延安整风受批判不满 罗接着向彭说 我也觉得对你的批判是过火了 1953年 彭高 饶联盟反党时 他又陷了进去 这说明 罗瑞卿同志是个很典型的投机分子 罗瑞卿同志在军委工作这几年 一直高高在上 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 从来没有到基层去做过调查研究 也不愿意听取人家汇报 他在工作上极端不负责任 严重失职 他却装成最忙的样子 并且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 其实 他忙的是捞取政治资本 搞阴谋活动 忙的是吃喝玩乐 甚至在作战或备战最紧张的时候 他还照常去看戏 跳舞 钓鱼 游山玩水 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 糜烂透顶的 罗瑞卿同志虽然入党已经几十年 但是他的剥削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 罗瑞卿同志对于培养和教育了他几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 对于革命的同志和战友毫无革命的阶级感情冷酷无情示弱仇敌 罗瑞卿同志对待他的公务员段光复同志和自己的地主亲属的态度 完全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立场 段光复同志是苦大仇身 雇农出身的劣势子弟 他在罗处工作十年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照顾罗的生活 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 但罗对他百般虐待 有如奴隶 相反 罗对于他的地主家庭是很有感情 甚至把有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岳父 窝藏公养起来成为反动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 逼迫林彪同志让贤 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同志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 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 他把林彪当敌人看待 常常制造谣言 污蔑和打击林彪同志 并且探取种种阴谋手法 逼迫林彪同志让贤 让权 1964年9月中旬 刘亚楼同志讲过 罗瑞卿同志向他说 林总讲他身体不好 今后军委的工作 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 要大胆地处理问题 不需要经常向林总请示 也不要到处去请示 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 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行 战场都看一看 一旦发生战争 就要靠罗瑞卿同志指挥了 这件事情经过查队 完全是造谣 明显的暴露了他的篡军反党的野心 1964年国庆节之后 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 罗瑞卿同志迫不及待的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 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 在谈干部同志问题时 借题发挥 指桑骂怀 说病号吗 就是养病 还管什么事 病号 让贤 不要干扰 他走出房门外 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1965年1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月17 8日 集人大会后 罗瑞卿同志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 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 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 罗瑞卿同志对刘亚楼同志说 我这次认定了 跟定了 今后谈打不飞 棒打不走 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 都忠实于林彪同志 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 2月22日罗瑞卿同志又到上海 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 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 向林彪同志表示 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 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 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 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 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同志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的话批评了他 罗瑞卿同志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 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1965年2月14、15日 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同志的指使下 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 希望他劝林彪同志接受 这四条意见是 第一 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 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出也要出 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 第二 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 这一点就靠你们了 第三 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 由他们去管好了 军队什么都有了 主要是落实问题 不要再去管了 第四 一切交给罗去管 对他多尊重 要放手让他去管 刘亚楼同志还对叶群同志讲 罗总常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 罗总常是绝不会亏待你的 刘亚楼同志提出后 叶群同志说 这样大的问题 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 你要说 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 2月19日 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 向林彪同志讲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 说要尊重罗 更相信罗 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 林彪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 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1961年以来 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 恶劣倾向极近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 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 关于这件事 刘亚楼同志的妻子迪云英同志听说过 杨成武 武法宪同志也都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1965年5月19日下午 罗瑞卿同志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 给中央常委 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 罗瑞卿同志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 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党中央常委提意见 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 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 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 妄图造成一种声势 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 罗瑞卿同志这一恶劣做法 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党中央常委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同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 林彪同志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 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 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 这件事罗瑞卿同志是非常清楚的 罗瑞卿同志在这里是完了一个阴谋 他的如意算盘是 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 他就在各个军区同志的面前 显示他的功劳 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 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 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同志曾当着很多人说 汪东兴同志说 毛主席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 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 人有好人 坏人 有这个阶级的人 有那个阶级的人 汪东兴同志证明 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些话 汪东兴同志也没有对罗讲过这些话 林彪同志所提出的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 是救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 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 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 几年来曾多次称赞 罗瑞卿同志还造谣说 罗戎桓同志并威的时候 想见一下林彪同志 但林彪同志脱并不见 等到罗戎桓同志逝世后 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 去送葬 这是补过 也是做给别人看的 罗戎桓同志的妻子林彪 秦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 都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 完全是捏造和污蔑 1965年5月20日 即在会议期间 林彪同志连续批评了 罗瑞卿同志之后 罗瑞卿同志还和梁碧叶同志 私下密谈 挑拨林彪和罗戎桓同志的关系 污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同志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 受到林彪同志的批评后 虽然他表面上也做过一点检讨 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 反而怀恨在心 变本加厉 对林彪同志恶毒的进行造谣 污蔑和攻击 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 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 谁若通气 他就打击训斥 有时他也搞一点假通气 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 进行挑拨和诽谤 罗瑞卿同志不仅阴谋篡夺军队的大权 他还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伸手 本来他是管军事工作的 但是他越权越位 常常以个人名义 以命令口气 向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国务院的副总理 各中央局 大部分省 是 自治区党委书记 批过大量文件 许多事情 他不经调查研究 乱家批评职责和瞎指挥 这种事例很多 罗瑞卿同志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 还背着党 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的搭 吹吹拍拍 罗瑞卿同志和杨尚昆 杨献 刘亚楼 肖向荣 梁毕业同志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道会的同志一致认为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 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是反对林彪同志 反对党中央 反对毛主席 他妄图夺取兵权 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 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阴谋家 伪君子 他是打着红旗造反 是一颗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这次小组会议 大家根据摆事实 讲道理 成前毕后 致病救人的方针 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 并且一再说明允许他申辩 允许他保留不同意见 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 但是 他不但毫无悔罪认错之意 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 抗拒和威胁 他在3月12日的检讨中 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戴了几项空帽子 但是在根本问题上 还是千方百计进行狡辩和抵赖 并且安下许多钉子 进行反扑和准备日后翻案 他的检讨引起盗会同志极大愤慨 当场受到许多同志批驳 之后 他又以来不及做检讨为借口 要求先行散会 大家回去工作 待他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开会 此计不成 3月18日 他竟以跳楼自杀向党进行要挟 自觉于党 自觉于人民 走上了叛党的道路 他在跳楼前写下的遗书 是向党进攻 向会议反扑的毒箭 在遗书中 他连前几天承认了的一点点错误 也全部推翻了 会议认为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 不是偶然的 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应 是有其深刻的阶级 历史和思想根源的 罗瑞卿同志出身于地主家庭 入党三十多年来 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 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他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 虽然走过来了 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他同党的距离越来越大 终于以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面目站了出来 进行篡军反党活动 做了帝国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鹰生虫 充当了的富反坏右的代理人 在各个革命时期 罗瑞卿同志曾犯过许多错误 例如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他是跟着亡名路线跑的 在一 三军团的关系和对待四方面军的干部问题上 搞宗派主义 破坏团结 在抗日战争时期 彭德怀搞百团大战 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他是积极支持的 1941年晚南事变后 彭德怀达背党中央的政策 擅自发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训令 也是他起草的 建国以后 彭 高 饶反党联盟事件 他也是陷进去了的 党中央 毛主席和军委 林彪同志对他做过多次批评教育 1961年以来 林彪同志以最大的耐心 对他的错误反复多次进行批评教育 以致向他提出严肃的警告 但是他还是杨凤因达 拒不改正错误 终于在近两年恶性发作 来了个大暴露 罗瑞卿同志的世界观 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为了追逐个人的名利权位 他不择手段 做了各种坏事 直到公开向党伸手 结果就全部剥落了自己的伪装 暴露了自己的原型 道会同志一致认为 党中央 毛主席和军委 林彪同志及时地察觉了 罗瑞卿同志的果军反党阴谋 断然地探取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措施 是非常英明的 继中央上海会议之后 又召开了这次小组会议 彻底揭发和批判了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 粉碎了他的篡军反党阴谋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 光荣 正确的党 证明了我们的军队是党的 无比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 几年来 在党中央 毛主席和军委 林彪同志的领导下 军队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 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有抵制的 出了一个反党分子罗瑞卿 丝毫也无损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辉 道会同志一致深信 在粉碎了罗瑞卿同志的篡军反党阴谋之后 坏事将变为好事 我们党的事业 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 都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 更加辉煌的胜利 会议根据罗瑞卿同志的严重错误 及其自觉于党的事实 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撤销罗瑞卿同志 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第二 撤销罗瑞卿同志 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第三 撤销罗瑞卿同志 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第四 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 做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第五 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 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主要发言 以及罗瑞卿同志 3月12日的检讨 传达到适当的范围 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同志在这次会议过程中 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问题上 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 探取了缩小 掩护 包庇 支持的态度 并且企图给罗瑞卿同志 待机翻案做种种准备 彭真同志实际上是 同罗瑞卿同志站在反对毛主席 反对党中央 反对林彪同志的一个立场上 有关事实 由叶剑英 萧华 杨成武 刘志坚 四同志 另写一信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 以上报告 是否有当 请批示 中央工作小组 1966年4月30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